七堵大戏院重新开张咯 原来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发响 利用未在光明路68号新服务处旁边 邻居家的铁门和墙壁 请专业壁画达人画出怀旧风格的老式戏院 以及干妈点的王美墙 两幅壁画都非常抢眼 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甚至停下来和杨秀玉一起拍照留念相当有趣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这里拍照打卡 一起行销七堵的美丽和魅力 我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从我的新的服务处的这个墙面 就恋恋七堵爱上七堵开始起心动念 那因为我们基隆市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那有很多的公共设施也好 包括很多的老旧民宅的墙面都非常的斑驳 非常的旧 那我一直就是很推崇市长的一个干净家园 但是干净家园不是说很简单 就是丢垃圾这么简单 你要从你的整个环境的美化开始 就是我常讲说心理学的小花理论 你先从细微处慢慢开始建立起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现在整个随着趋势的一个潮流的改变 那现在人都是很超高龄化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整个怀旧风 就是打造怀旧社区 让这个所谓的老少中青 老少中青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就是回顾跟回忆 也让年轻人有共同的一个共鸣 我相信这个会为我们这个整个城市 都带来新的一个风貌 副议长杨秀玉服务处外面 几个月前就有一幅特地请来 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 画出穿着美美女普装 介绍七堵美景美食的彩绘壁画 这次包括七堵大戏院以及甘马店 两幅彩绘壁画则是由杨秀玉的儿子展现孝心出资 邀请同一位专业壁画家绘制而成 不论是精致度或是笔触手法 都让人不得不多看两眼 再搭配原有服务处旁边的彩绘壁画 逐步落实杨秀玉希望打造彩绘一条街 行销七堵的想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